那时候被那个识别突击和那个我是特轴杯小专人的第一步洗脑了 我说我就是要干特轴杯 然后当时车体又特别的瘦小 然后那个文师就看不起我的那种眼神 他就说你还想当特轴杯 然后你知道黑豹吗 我说我不知道黑豹 黑豹是什么豹我也不知道 我当时听那种 然后他就说黑豹是我们成都区区最牛的人物存在的地方 你有一天能够去到那里的时候 你再说这个话 所以第二年我就成功去到了我们集团军的特轴部队的 这个特轴大队的一个集团 然后就走上了这条路 就是黑豹这个代号在我心里一直是存在的 我这个身份就是因为这个代号来的 所以我一直对它是特别敬畏的一个存在 他们穿的那个衣服特别帅 一身黑的戴着头裤特别帅 专备也帅 我就喜欢跟别人不一样 特别有个性那种感觉 他们是穿黑的 别人都穿迷彩的 我就觉得他们很不一样 然后也是一直完成一些训练 然后参加一些任务 然后 然后